Python也好啦,写VBA,写Java,反正或者写PHBA,反正都一样一体试用 那不管用什么语言,反正写来写去一定都会有这些变数啦,还有逻辑判断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这个逻辑写出来,并且没有问题啦 所以也牵涉到比较多的东西 那个Python里面可能要注意一下,输出它的转型 转型你要注意就是说,输入的时候是要怎么样的形态比较恰当 那目前的话用最多就是自创啦,还有整数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输入体重,因为他需要输入什么,输入身高,输入体重 那身高跟体重有可能有小处点 因为有的人很计较,比如他可能是那个170公分 他可能是169.5啦,他可能会很注意那个1.5啦 那如果说呢,我今天如果假设啦,我输入的时候像刚刚用INT的话 那特别主要INT他就把点误给去掉 所以你要转型的话记得啊,你不能用那个INT转型 你必须要用什么,转那个小处点有印象 上礼拜有讲过,你要用float,float才会帮你保留小处点 OK,特别注意哦,你不能用INT一律把这个小处点去掉 那这样的话就少了小处点,转完之后会少一些东西 另外的话还有身高,身高特别注意哦,我们虽然是输入cm 对不对,可是他的公式是公尺哦 OK,所以他输入完之后你要除以100哦 他输入的身高是那个公分,你要除以100 OK,然后呢再用平方,平方就用乘乘啦 所以他的身高乘乘,OK 这样的话呢就把公式做完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另外再来就逻辑 如果他小于18.5,第二个如果18.5到24 那再来就是说呢,24到27,27到30,然后30到35 剩下来的,所以这个其实你可以讲 这个是那个过清的话用if,然后else if 在else if最后就else就好了 那这个就不用再一个else if,直接就else 剩下就是重度肥胖的哦 那所以呢大概知道这个逻辑之后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逻辑睡一下之后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把程式赚写出来 因为程式太冗长了,我预先已经写好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input,这我想应该并不困难 第一个请输入体重,OK 所以体重输入完,记得外面一定要float OK,不要int哦,不然会把小于18扣掉 第二个话呢就是身高 身高输入完之后的话一样呢,先在外面包一个floater floater之后的话后面怎么样,记得要除以100 因为BMI呢,他的身高是用公尺来换,然后我们习惯是公分 所以请输入身高,然后他输入几公分 除以100,所以就取得他的体重,取他的身高 再来的话我要去做什么,做那个公式是什么 身高,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哎,身高平方就是什么,把身高呢,乘乘2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意思就是呢,我这个身高的平方 记得哦,乘乘这边加star两个,OK 加一个2,这样的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身高的平方 那算完之后的话呢,我就会产生一个BMI了 然后外面当然哦,不过其实这个floater可加可不加啦 因为你出完,出完之后应该也是一个floater 所以这个,这个外面的floater 我印象中是好像可加可不加 那这样的话我们先不要加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把公式算完,算完之后一样 如果他的BMI小于是8.5 那我们就是过清,分别呢,按照那个 那个google dial的BMI那个公式哦 分别就是把公式加上去 把else,然后标准 再来的话呢,24到27是过重 然后呢,再来就是27到30 轻度肥胖了,30到35 中度,那剩下来的啦 那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加加else 如果我觉得else,就else 可以加else if啦,如果加一个else 就ok了,因为反正剩下来就过度肥胖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测试看看 那,不过这边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BMI啦,它判断完之后只会显示什么 只会显示那个,它最后的那个 这个评语 比如输入那个体重 体重假设是60好了,ok 然后它的身高的话是100 170好了,然后假设的话 Enter OK,欸标准 所以如果身高要170的人 它的体重只能是60公斤 好,假设哦,那个人如果说 那个人如果说,它的体重已经有85公斤 然后它的身高呢,假设是175 应该会落在哪里呢? 应该过重吗?轻度肥胖 好,要试一下看看,Enter 欸,轻度肥胖 所以你哪可以试看 但是千万不要有过多的影响 OK,因为体重,那这也是个健康指数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自己试看看 你会落在哪里? 那再来不过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个好像只有结果 但是好像不完整 但是,我还是希望怎么样 把BMI帮我列印出来 也许是这样,print的时候呢 可以讲你的BMI是多少 冒号,给它一个数字 第二个的话呢,再给它评语 OK,它最好它如果更有趣一点的话 甚至后面可以加一张图 比如说它太瘦的话 就给它一个猴子的照片 如果它过度肥胖,给它一只大象 之不此类的,就是好玩而已 那大概类似这样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把刚刚那个我们的多重逻辑 再延伸一下 变成那个BMI的那个计算 那逻辑部分我刚刚是利用那个 就是Google到的结果 所以你Google那个关键是BMI BMI这个就是BMI什么值计算器 这边就有了 其实就按照这个来做就OK了 那里面的话,比较重要的就是Float 这个可能要Float 这个是平方 这边记得要除以100 其他的话应该都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BMI的部分 这个做完之后 假如说我希望呢 BMI顺便帮我列印出来 所以我希望看到结果的意思是 第一行是BMI冒号 他的BMI 然后呢换行好了 换行把什么 把评语写在下面 也许输出的话不是这一行 输出成两行好了 可是问题喔,如果你要换行的话 记得喔,我们前面讲过拖曳资源 反斜线N 所以你就把反斜线N放在层次里面的话 他就帮你换行 OK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输出的结果呢 假如说还要把他的BMI print的出去 并且可以换行一下 那就可能要利用到那个拖曳资源 才有办法把那个结果也做出来 我试一下好了